我的濕疹都好了 說話真的不會說得太死 真的是這樣的燈騰 我是不是已經到了依依的年紀了 依人一句激怒濕疹的說話 最喜歡人說這個 嘩 好噁心啊 肉爛 我覺得好噁心啊 濕疹救星 我們今天來了遠足 今天是一個YAMAGUE 只是今天來的 最近好像喜歡了行山 我上次行山的經驗非常好 做了一整盤水塘 那天涼到 就像我那些濕疹很真 在那些戶外走的人 我也覺得超舒服 所以今天星期又來行山 這次來了學聚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站在這裡等人的時候 有個小學生 非常親切地走過來跟我說 依依啊 你在這裡幹什麼啊 我是不是已經到了依依的年紀了 快被人叫阿嬸了 在我們吃東西休息的期間 就想跟大家一起聊一下 之前出了一個濕疹片 就超多人留意 那個反應是大過 大過你所有的片 我本身以為濕疹不是真的那麼普遍 因為始終從小到大 我身邊的人就變了 好像只有我一個濕疹 特別嚴重 香港每五個人 就有一個人有濕疹 你身邊還有一個人有濕疹 現在開始入秋了 真的很明顯 皮膚立即乾 趁現在秋高氣爽 跟大家聊一下這個濕疹的事情 還有濕疹心理片 我遲些會拍的 真的會拍 很多人追溯 這條不是心理片 這條純粹是閒聊 我看了一些留言 我發現原來不只是身體上的不舒服 心理也有些壓力 之前看到一個post 一人一句濕疹濕疹的說話 加上我又收集了觀眾的親身經歷 我男朋友稍後就會讀出來 我拍這條片就不是想放腐 第一個原因就是 很多時候說的人 他們的intention是好的 但是濕疹的人聽到 就可能會想一遍 第二個原因就是 其實也想提醒大家 對濕疹的人 想發表一些所謂的意見 或者建議的時候 可以再想一想 這個post很好笑 我覺得超級忠衡 比分 五分是最討人真 他誰說我誰吃東西 第一個就是 你不適合就會好回來 記得我媽媽是有說過 你不是本身自己爛了 是你自己爛爛而已 所以你不爛就會好回來 這個說話 為什麼聽到我會很隱疑呢 簡化了問題 他爛不是因為他想爛 而因為他不舒服才爛 這個討厭的指數是多少 四分 三分 你沒有惡意 就是為了好 下一個 你肯定沒有戒口 最討人說這個 對於戒口這件事 我真的 其實到現在我身邊的人 都經常說這句 我知道有些人 是真的一時會立刻發 好像我男孩一樣 他一吃蝦蝦 立刻發 那些人會戒牛就會好回來 你現在一定沒有戒口 戒牛等於好 將它們連結在一起 但是這個連結不是必頂的 醫治好濕疹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硬將你那一套套在別人身上 你也懂的方法 她的妹妹沒有聽過 可能她也試過 討厭指數也是三分 她的背部就生了濕疹 有時候就像紅疹一樣 她男朋友看到她的背部 她就說 嘩很噁心 嘩 那一刻你是即時的感受 即是可能你真的控制不到自己 但是嘩很噁心 這句是你自己選擇說出來的 我覺得很惡意 有很多不好的想法 濕疹就像高矮肥瘦一樣 是身體的特徵 是你的特徵 你不喜歡跟矮的人在一起 那你就不要跟別人在一起 但是你不需要她說 嘩 你這麼矮 我又不喜歡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親身經歷 我之前的男朋友 還沒有在一起的時候 她已經知道濕疹 說了一些難聽到 你肉爛 我覺得很噁心 我還有一些記錄 其他人聽到都已經不開心了 如果那個是你最接近的人再說 那個傷害就會再大很多了 然後這些就是IG那些觀眾的留言 你不要碰我 我怕你傳染給我 嘩 這個我有聽過 小學的時候 有個同學這樣跟我說 因為她說得太大聲 和我那時候上學學課 然後那個學老師就罵她 我只可以說 很幸運就是那時候有老師支持我 否則我也會很不開心 她純粹想保護自己 對 其實她沒有做錯 因為她也不知道 是不是不知者不罪呢 小朋友就算了 但如果你是大人的話 有一些很基本的知識是要知道的 例如愛滋病是不會透過 就這樣碰別人就會傳染到的 婆婆來的 年輕的小女兒的手腳腳那麼粗 連我都滑過你 婆婆她也不想粗過你的手 那些人不是整個 40歲都沒有頸紋 我現在已經有頸紋了 所以我也有時候覺得 自己的皮膚應該很快會 算了 婆婆沒有心了 怨了 婆婆她幾十歲人了 如果不認識她的過濾 人人都可以影響到你的心情 隨便在街上人看你一眼 你又會不開心 跟你不太熟悉的人 說你一句你又不開心 自己要懂得去保護自己的心情 就是要提開一點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的影片漂亮了 因為我換了相機 耶 終於換了 她家人就說叫她戒口 不讓她認識音 又不讓她認識路 那麼像我的 她就說她家人就發她便宜 就說你不戒口才會這樣 我記得我跟家人也有罵過這樣的交 罵他們他們又罵我 我就說我不要再戒這些東西了 不知濕生人是深層的極差 低蛋又不能吃 奶類製品 貝殼也不能吃 海鮮也不能吃 我媽媽所有的食物都說不出事 我已經不喝奶了 我喝豆漿也給我媽媽說 神經病的 不要喝豆漿有激素 我媽媽和我妹妹去檢查敏感的 發現他們有很多東西敏感 我也很想檢查 有沒有嚴血的中心可以贊助我 說得差不多了 我們繼續起行吧 下面就是垃圾彎 真的有很多垃圾 很多人在這裡撿垃圾 真的好 你看這些臉色的全部都是垃圾 下面就是屬於你的彎 你今晚不用走 你今晚要走 秋高氣爽 這些是什麼座 安安座的東西 拍這麼說是不是 我不知道 現在是超舒服 剛才早上我們2時多的時候 已經很累了 超級急 距距距距距 現在我們上了這個燈塔 燈塔好像是蜜蜜蜜 就這樣拍一下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這樣的燈塔 YEAH 已經拍完了 就可以了 剛才走著走著 天已經開始變了 搶搭的車回去 剛才的狀態非常混亂 所以就沒拍 我之前不是口口先生 有跟大家宣布 因為我的濕疹都好 說話真的不會說得太性 我最近濕疹是差略 尤其是秋天的天氣 乾燥肌膚的人 應該都很明顯感受到 好像天氣預報一樣 皮膚已經感受到 那個空氣的濕度 今天原來第一件事 立即擦霜 撇除那些有惡意的不說 很多時候人們說錯 純粹關心濕疹的玩者 濕疹的人的心本身就很脆弱 聽到都不開心 所以如果你想關心濕疹的人 但又不知道怎樣做好 我給大家一個方法 就是送FASLIN給他們 FASLIN真的很濕疹 濕疹的人是有一批人 你本身已經有幾支霜 但你總是要到處去試眼睛 我最近正在試 FASLIN的專業修護酥敏 我之前也說過 為什麼濕疹的人皮膚會特別乾 特別容易痕 就是因為 皮膚鎖水能力比一般人差 水分很容易流失 流失就會乾乾 就會癢癢 針對這個濕疹皮膚的缺陷 就有高濃度濕膠有效成分 和凡事人的收穫因子 透過高濃度有效成分 做到鎖水保濕的效果 好的地方就是 比市面上一般的濕疹霜 也是很容易推開 它塗完後 表面上沒有油粒粒粒 但它一點都不會乾 最怕最怕就是 有些霜霜標榜自己是 敏感或者濕疹的人 塗別人的香精味 我之前在韓國 就是不小心買了這支 所以我整支沒有用過 給了別人 這支霜霜真的低敏成分 不含任何色素 香精或者類估唇等等 它還獲得 美國國家濕疹協會的銀行 平時是怎樣用的呢 男朋友幫我吹頭的時候 在足夠時間去塗霜霜 大家看到沒有試用行程 我真的有用的 塗一口 它比起其他霜霜也不算貴 口茶也不會覺得很心痛 有些品牌是給濕疹用的 但它的價錢真的有點太貴 我每次塗都會聽到一些纏字落地下的聲音 我已經推薦了給一些身邊有濕疹的朋友 大家可能會說 我沒有濕疹 你怎麼搞的 你可以買給你身邊有濕疹的人 我真的是一個乾皮人 一轉季整個身體都會感覺到 嘩!開始乾了 開始拉著 味道濕疹那麼嚴重 但是乾燥敏感的時候 我都會用 專業低敏高考深層修護潤膚露 專針對沙漠肌 和敏感肌膚 一樣是經過皮膚醫生的認證 亦都長達24小時保濕的 兩支都有Graria Repair Complex的成分 可以保持肌膚滋潤 防止乾燥缺鼻 科護理敏感的肌膚 你覺得乾乾的沒什麼所謂 但其實你塗完之後 你會感覺到水分滋潤的感覺 平時就不只有我一個塗的 有幾支放在家裡不同的地方 我每洗完澡都是塗這支 看到這裡的大家就有福了 因為即日起 可以在我的Description box 領取專業收穫系列的10元現金卷 另外在曼寧、沃神市、白街和衛康 買凡事林的日常收穫系列產品 立即送凡事林容膚露 120ml 即日起到11月10日 購買凡事林的專業收穫系列產品 賣兩件即享白節優位 在指定的個人護理店 和超市購買凡事林的產品 每59元就再送一件贈品了 記住神品的數量有限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來到這條影片的尾段 我們來收尾吧 我把濕疹這件事說出來之後 才發現原來濕疹這件事其實很普遍 有濕疹的大家你們不是孤單的 濕疹真的很有壞 有時會好起來 完全沒有煩惱 有時會很差很不開心 記住不要放棄 嘗試多一些不同的方法 只要堅持下去一定會慢慢好起來 記住期待我的濕疹心理篇 剛剛過了6萬訂閱了 YEAH 6萬09啊大家 大家多謝大家 和我之前答應大家50 facts about me 等我 我正在來了 謝謝大家 大家告訴我為何經常看我的影片的人 數量會比訂閱我的數量多 因為你們不訂閱 我知道你們喜歡看我的影片 是不是 你喜歡的嘛 你喜歡就訂閱吧 好不好 我求求你 好 拜拜